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ast 基本上就是 Shopee 就是提早给你钱来周转啦 但是当然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啦 现在他们如果你现在开动的话 他会给你免费7天 interest fee ok 就是一个礼拜免费的 interest fee 但是不是每一 不是一过去7天了过后 他就会收你一个利息 就像银行算你钱这样子啦 ok so 怎样看到你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是你只要去你的account那边 你的account 在你的seller balance下面那边 那边有一个叫quick funds 他会叫你activate 你要activate你的quick funds先啦 ok so 啊 quick bring through about quick funds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你一只要货 bidin 你一只要货哦 你就可以claim高达80% ok 他其实也是要看你的看你的那个trend 那多数现在暂时都是80% 那打比方你寄了一千块 你可以拿回八百块先 过后 那个东西一结单了 他就会给回你福利的一千块啦 ok 等下我会解释 那个流程是怎样 那先解释怎样去开动这个quick funds ok 你只要去quick funds 你activate了 他会叫你upload你的ic ok 这里他会叫你upload你的ic 全部东西 你upload完了全部呢 过后他会 呃 每次用的时候 他会叫你check你做一个ic number啦 to double check他 ok so这个quick funds 你开动了 如果let's say有一天你觉得你不 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用啊 你不需要这个贷款的话 你就可以disable他 ok so刚才我们讲到你先怎样提早 那个钱哦 ok 来我大概先跟你讲怎样做 ok 你的这个 这个就是他的流程 let's say an example 你做了一个 你做了一个sears 那个sears是十千块 ok 十千块的sears 所以十千块的sears的话 你一 只要你一寄你的货就去 你的货一寄了就去呢 你就可以跟shopee先拿一笔钱 你可以高达80%啊 tenet到多数是80%啊 所以十千块你就可以拿回八千块先 所以你可以先拿这八千块回来去 再拿你的钱去走转 ok 基本上shopee就是 就是银行啊 shopee要做银行这样子来先 提早还你钱 ok 但是这些东西都 sare上面免费的东西啦 他还了你钱了过后呢 他每一天他会跟你收0.05% ok 他会跟你收0.05% so depend on 这个其实是 depend很多 on你的这个shipping partner 但是如果这个shipping partner 寄到慢的话 你就要给页多利息咯 shipping partner寄的快的话 你给的利息就少哦 基本上就是玩一个赌注 再来讲我们是 average来看是通常是3到5天啊 ok 通常shipping partner是3到5天啊 加买现在你又没有的选shipping partner了的话 就被你讲你只开一间咯 JNT罢咯 这样你就还有的选 不然的话是 真的是玩一个rolet咯 所以他是讲算 他是算ok let's say啊 他给你你拿回80%的钱吗 就是8000块 so shopee先 易付你8000块的话 let's say 那个shipping partner是4天的话 他是8000×0.05×4 他就会抽你16块钱咯 so到最后呢 就是你的shipping partner是10千 减掉8千再减掉16块 就是1984 ok same goes 如果是5天就乘5咯 ok so 各位 你会问我有没有limit的 有 其实是有limit的 就是shopee只会给你贷款到14天嘛 ok maximum到14天 过了14天的话 shopee会自动会扣回去了 shopee就不会给你那笔钱了 ok 好像打比方到了14天 到了14天 shopee会要拿回他的8000块 ok 因为超过14天了嘛 shopee那时候你跟我讲他怎样拿回你的14块 那时候我 我的account里面是零 我已经拿完全部钱出来了 你讲他不用警告我拿完全部钱出来 因为我先提长拿钱出来嘛对不对 因为你会overoverclaim的嘛 因为你这种escrow 是可以这样子做 但是你就一直要还利息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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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6 3056 ok so 如果你要现在算比3056的话 他就会每一天 再charge你0.05% ok so 只是 如果你是要很多钱走转 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了 但是 depend啦 看你怎样观看啦 其实如果你 你问我的话 我是觉得 那个interest rate 暂时是还蛮ok 因为 let's say你看 0.05 乘以14天 因为他cap是14天 这样 so it's around 0.7% 是少过1%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 shopee是想充你多1%的 那个charge 他就 你只要义多一个1%的charges 你就可以提长拿钱拿去中格 如果你很会 用你的钱的话 我是觉得 可以不妨试一试啦 but 如果你 你觉得 你的cashroll 不是问题的话 我是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去给他们这笔钱啦 so depend on 你自己看哦 就像这个 基本上就像credit card这样子哦 credit card给你那个 呃 可以拿很多point 有很多好处嘛 but 如果你不会利用的话 好像等下你一直拿钱 一直拿钱 一直拿钱 而且这个东西很危险哦 钱滚钱 其实滚很多的哦 你看0.05 如果你乘30天的话 你没有注意的话 一个月是1.5%了嘛 一个月的话 就become 1.5%了 so 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你可能会不小心 义多了 我觉得是在我们在sharpy做生意 怎样怎样差的话 都最多是到20多天了 你不用义到20多 不用义到30天了 只是你要注意你的这个 outstanding balance 你不要滚到太大 就是一个很大问题 我不懂他们的system 会不会议 ok 现在你欠我3000块了 但是过后 你越来 你越欠越多了吗 这种欠欠的东西是越欠越多了吗 他会 他会把total全部加起来 成percentage 本体还是他有一个系统也就算了 这3000块是已经旧的 他就已经clear了 就会这样 心脏又再重新开始过 从0%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还ok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因为银行不是这样子吗 银行是一直滚滚滚滚滚滚的嘛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你不用玩这种利息的东西 就不要不要开最好啦 有多少钱就用多少钱来滚 ok 但是答案也有人说过 你要做到你的生意 你就要学会怎样用钱滚钱 所以没有对没有错 跟marketing一模一样 没有对没有错 最重要是有sales 最重要是你懂怎样用你的钱 所以我喜欢这个视频期嘛 让你们更了解什么是shopee quick funds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就点赞分享跟订阅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